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七天交易计划的第六天 那么第六天的话题是 舒服的交易 并不一定是赚钱的交易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我的email里面我我跟你们讲 就是 在很多时候你在做交易的时候 你会寻求心理安慰 什么样的心理安慰 你会去看很多的文章 你会去问很多的朋友 well 这笔交易你怎么看 或是说他们在做什么 对不对 他们做了这件事赚钱了 那么你就会有种错觉 就是你做同样的事情 你也会赚钱 对不对 那么很常见的事情就是 一些大家热门讨论的股票 对不对 然后 大家都 怎么样 疯狂的买入 那么 一些没有买入的同学 那么在这个上涨 的过程中 觉得自己被怎么样 抛弃了 然后也赶紧买入 买一回两回赚钱了很不错 第三回 照这样子做的话 全军覆没 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就是 在 投资的世界里 ok 九 呃 八亏 一平 一银 ok 80%人是亏钱的 如果你随着人群去做 ok 去做你的交易的话 我觉得你很难成功 在这边的话是一张 amd 的 这个走势 ok 这是一张日线图 那么从这个16年年底开始 嗯 差不多吧 那么 这个 不是从15年年底开始 16年 这是16年的这个开始 那么 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amd 从这个16年 对不对 然后到这个17年 附近 差不多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大涨了很多 涨了非常非常多 对 这里是多少 两块钱 然后到这边呢 将近10块钱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的话 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 ok 意识到amd 这个股票的 这个 嗯 好处 或者是说 觉得自己被 怎么样 嗯 抛在后面了 对不对 那么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就会开始买入 对不对 他们就 散户 就开始追 对不对 一直追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底 ok 在 一个 股票app 就是老虎 证券的这个app上面 我经常会上去看一些 所谓的动能股 看上面大家的发言 那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发言呢 就 呃 挺好玩的 就是他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贴子 就是说 amd 有个人在这里 大概14块钱左右 买了个16块钱的扣 就觉得 嗯 好了 好了 等就等着翻倍 那么 然后你看现在amd在哪里 对不对 那很多人呢 都觉得财报 amd的财报会很好 那么 你看这amd现在在哪里 做多amd 在这个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ok 无异于是最舒服的交易 对不对 每个人都做多 对不对 呃 每个人做多都赚钱了呀 每个人都在赛单呢 对不对 他们都赚钱了 为什么我不呢 是不是 那你就会 可能会你会放弃你的一些规矩 例如说 你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规矩说 我不会去追高 对不对 我只会买回撤 而且只会买支撑位的回撤 然后到某个地方 我就会止损 那 假设 你摒弃了你所有的这些交易 规则 你的规矩 ok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一些纪律的话 那么你很容易就会变成这一个人 对不对 买在高点的 这一个人 alright 这样的例子 其实不胜每一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nvidia 好了 对不对 nvidia 这一边 所以可以把这边这个先 关掉 ok 然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nvidia 现在 ok 有多少人觉得nvidia还能继续往上走 非常非常多 ok 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 ok 我个人本身 我是一个 contrarian contrarian contrarian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跟主流观点 主流观点 ok 是反着走的 不代表我会去空每一个飞得很高的股票 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ok 我只做我有把握的交易 而且我每一个交易我都有明确的入场以及止损的制度 那nvidia 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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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来说吧 那么这是跟amd同一个时段差不多就是16年那样子的那一波飙升 ok 我认为很多人 ok 都在这个地方栽了根斗 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在这个地方栽了根斗 那么当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波动的这个 呃样子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 就是这些低点啊 尝试着用这个笔 对不对 把它连起来 连成一条曲线 ok 连成一条曲线 那你会发现股价到最后面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垂直 上涨 对不对 说老实话 除了被收购的股票之外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只股票可以垂直上涨的 没有 就是没有 NVIDIA也不例外 ok 短短不过一天之后 垂直上涨一天之后马上向下跌 ok 这一波跌了多少 那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跌了多少 如果你买在了这个高点 追在这个高点的话 你在这六天时间里面六 四天 ok 六个交易日 呃 六天四个交易日里面 你就会亏升百分之十七点一三 ok 好了 那么当然还是会有人不信邪的 对不对 我上去 那么 这一波如果你买在了高点 如果你又追进去 你觉得啊 NVIDIA 这是好像真的要突破了 到前高了 真的要突破了 又买进去了 如果你不止损 这一波 14天 十个交易日里面 你亏百分之二十一 well 这还不够 具有警醒作用吗 在这个时候做多NVIDIA看起来是 最合理的交易啊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说 AI发展很快 大家需要这个GPU的计算 NVIDIA的财宝很漂亮 增长非常非常好 显卡也就是它的性能 也比这个同同一同为竞争对手 对手的这个AMD做的好 一切一切都在说 对不对 NVIDIA肯定要继续长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不继续长呢 现实就是他并没有继续长 对不对 现实就是这两次他都没有继续再继续往上长上去 然后怎么样 我们经过了大概是到了这个地方 从二月底到这个五月初 大概是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 没毫无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盘整之后 对不对 好了在财报那个那个时候 往上跑 那么在财报这个时候往上跑 大家会看到什么 大家看到什么 看他看到是哇送钱了 对不对 送钱 从财报 钱这一天到这个高点对不对 哇一下子跳了百分之三十七 买赶紧买对不对 赶紧买 我现在 发生了什么事情 昨天 出新闻对不对 软银日本软银的孙正义 买入了很多这个NVIDIA的这个股票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告诉你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告诉你 很多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可能有一个 看法 就是说 放量大涨 你要想 其实这个 谚语 或者是说这个道理 是一个 在中国交易A股的朋友 告诉我的 他说放量大涨 是一个牛市的信号 就是说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浴室的后面有更高涨幅的这样的一个 状 这样的一个信号 我是一个contrarian 对不对 我是绝对不相信这句这句话的 为什么 你们想一想 股票世界里面 有买 OK 有买 就有 卖 对不对 而通常来说 卖家 是主导这个 这个 这个股票市场的 主要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 不是买家 是卖家 第一 OK 卖家 是 以前的买家 对不对 他们是已经在这个 存量盘里面 在流通盘里面 他们已经是在里面做多了 这个股票仓位了 对不对 OK 那么当这些人 当这些人 OK 愿意把股票 卖给 潜在 就是说现在要进来的买家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认为这些人认为 这个股票的价值已经高于 他心里面的公允价值 或者说至少是在他心里面的公允价值上面 对不对 公 允 价 所以说 当一个股票 出现 放量大涨的时候 这边 OK 这边也特别 非常非常特别 对不对 这边也是 当一些股票出现放量大涨的时候 你就需要注意 为什么你需要注意 因为现在就告诉你 有这么大的交易量 有很多 卖家 对不对 愿意 在这个价格 卖出他们手上面的持仓 对不对 如果他们不愿意卖的话成交量是绝对不会这么高的 对不对 我如果买家 如果买家觉得 这个价格出的不够了 就说假设 现在NVIDIA 138块2毛6 对不对 好了 如果没有很多买家愿意付这个价格的话 卖家当然不会卖 对不对 卖家不会卖 他觉得 138块2毛6 这个价格很好 我想卖在这个价格 对不对 OK 那么如果没有人愿意在这个价格卖的话 价格会怎么样 买家就必须要出更高的价格 例如说138块 2毛7 你愿不愿意卖 不卖 那不卖的话 怎么样 这个价格上上去了 OK 但是没有量 对不对 那证明说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的inventory 还有很多的股票还没有换手 对不对 这些没有换手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觉得这个股票可以走得更高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股票以后能走得更高 为什么要在现在把它卖掉呢 是不是 市场里面决定市场走势的主导力量是卖家 不是买家 一定要谨记这一点 OK 所有你们在网上面看到的消 这这些技巧这些 所谓的经验 这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市场是有买卖双方决定的 对不对 没有有买卖双方组成的 但是决定性力量在于存量卖家 也就是说 之前做多了股票的人 他们会不会 吸 受 OK 吸受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捂着自己的股票不愿意卖啊 对不对 如果不愿意卖的话 买家 OK 潜在的买家就被迫要把价格 推高 你不把价格推高的话 买家是卖家是不愿意卖给你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Auction 这个竞拍 所有的这个股票市场里面的这个价格波动都是一个竞拍的过程 竞拍 就会往上走 也竞拍的时候一个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一个清朝的一个花瓶吧 对不对 好了 放在那儿竞拍 那么买家出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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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但是没有到卖家的这个心理价位的时候卖家会不会卖呢 不会嘛对不对 我那这样子市场上面就没有交易了 但是我们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有效 OK现在目前的股市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 有效到你用一分钱的这个increment 就是说你出价高一分钱你也有可能拿到成交 对不对 就跟卖花瓶的那个拍卖花瓶的那个那个 状况不太一样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市场里面 买家的这个心理价位跟卖家的心理价位都是在哪里 如果卖家觉得这个股票会走的更高 他当然不会在这里卖给你 对不对 所以说当我们有了这样子巨量的 OK巨量的这样的updates 之后 千万千万注意不要相信什么放量大涨 就这个市场就就就会一直走高 OK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不好 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放量大涨之后 有人愿意在这个价格卖 而且很多人愿意在这个价格卖 对不对 市场是一个集体 OK 市场是一个集体 股票现在的价格 是市场对他的公允价值的最佳猜测 OK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面股票的价格是整个市场参与者对他价值的最佳猜测 那么如果你发生了这样子巨量的呃上涨或下跌的日子里面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市场里面觉得这个价格是公允价格或者说公允价值的这个人数很多对不对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明显可以告诉你 OK有可能这个股票的这个涨势已经在某一个阶段里面涨到头了 直到另外一个可以刺激重新刺激价格探索这种行为的发生之后 这这这这种行为的发生之前 这个价值这个公允价值不会再发生太大的变化好不好 但一定要一定要知道什么放量大涨就是一个新的趋势的确认那是bullshit OK 简单的去研究一下这个市场是怎么运行的 你就会知道这种理论是多么的荒谬 对不对 这是多么的这个可笑 OK 最舒服的交易 我做多NVIDIA很舒服做多NVIDIA很舒服 在这里做多NVIDIA很舒服 但是最舒服的交易并不一定是让你赚钱的交易好不好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些不要讨论这么远之前的事情对不对 讨论一些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原油 那么这边的话我估计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要说什么 那么原油的话今天产油国OPEC有会议 那么这个产油国OPEC的这个会议的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 好了现在我们要进行这个减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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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对不对 好了 我放一张非常非常短时间的图 这是一个五天五分钟的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本周周一的时候 OK周一是这里周一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这个原油价格是不是 这样子往上标就从这个周一开始对不对 就开始往上标这是一个没有夜盘的 我把这个夜盘打开吧 这样子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OK 这是星期五 然后到这边的话我放下一根线在这里给你 画一个周一出来 time level sunday 星期天的晚上三点钟 这个时候 那么其实这个上车盘OPEC这个上车盘的话 从这个星期四下午就已经开始了 好了 然后怎么样 从这个地方OPEC大家投机 就是说 原油产油国要这个延长减产 那么原油的价格应该走高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舒服的猜测 非常非常舒服的猜测对不对 哇原油要减产 他价格不往上走 这不合逻辑吧 well 然后怎么样 好了 市场从这个地方一直走高 对不对 一直走高 到了这个OPEC会议 达到了这个52块的这个顶点 然后OPEC会议出来 说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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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要减产 OK 延长 延长 减产 9个月 然后今天怎么样 Bew 对不对 对不对 马上把这些OPEC上车盘全都搞死了 对不对 这里是48块3毛8 这里这个低点是48块4毛5 基本上把这星期四后面这OPEC上车盘 全都搞掉了 全都搞掉了 不就是因为市场里面的人觉得做多原油就是一笔最舒服的交易吗 OPEC要减产对不对原油价格会往回走往上走 这是最舒服最符合逻辑的猜测 但是这个市场 告诉你什么 这市场告诉你 不 减产没用 OK 没用 而且这个预期 早就已经在这个时候 这个原油陷入这个44块05这个最低点的时候 已经被 定 价 到了它的价格里面了 OK 所以说 当利好出尽 便是利空 明白吗 所以说最舒服的交易 并不一定 OK 其实很少 并不是并不一定 最舒服的交易 很少是赚钱的交易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好不好 记住 很多你在网上面看到的这些理论 什么放量大涨 就是新趋势的开始 这些理论 通常来说都是错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市场内在的运行规律是什么 看清楚它的本质 我们就可以去利用 对不对 其他人的这些认知上的不足 然后我们利用这些认知上的不足 然后进行获利 在这个地方 我是做空了原油的 OK 那么今天的话把原油这个这个头寸给撤下来了 所以说 well it is what it is 对不对 有的时候 像在这样的地方 我觉得 与其跟随大溜去做舒服的交易 倒不如让自己不舒服一点 对不对 把自己的风险限制好 让自己不舒服一点 大胆就去尝试一下 跟众人所看的东西 不一样的 OK 交易 好了 今天的事情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也就是最后一个视频 再见